一个29岁80后青年 星期二晚被途人发现 倒饿在北角宝马山道 更姓征德中学对开一部白色私家车里的后座 警员接报道场调查 救护员证实他已经死亡 尸体被抬出车外再由五公仪送殓房 部私家车随后也被拖走 警员在车里检获遗书 也发现有马丽医院的泊车症 初步相信死者将车洗到他现场 再在车里自杀 正调查他是如何和为什么自杀 O1TV东方电视新闻台